HELLO 大家好我是AE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Pokemon GO的最新资讯 画面上看到就是马力路的限时调查日 官方在很久之前已经公布了这个活动 但是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活动 就是因为官方有点点出错因为这个活动 我们先看看这个活动内容 这个活动就是5月9日8am至10pm 因为官方有点问题 所以今天的上午中午到 就让大部分的玩家就可以开始做这个调查 是一个官方不小心的错误 就释出了调查课题 给官方去遇到马力路的 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利做多次调查 所以官方下午就关闭了调查 所以可以在这几个钟头里面做完调查的人 就可以在马力路的限时调查日再做多次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官方给我们的回应是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完调查 就是没有做那天的调查 那我就看看那天的情况 如何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官方宣布了活动之前开始的 限时调查已经删除了活动 然后会开放的再重置 就是重新做一次的 那我还没做完的 那几个钟里面 所以我多数希望可以在星期日直到过的 然后用了水属性和妖精属性的马力路 就会在5月的限定调查中登场的 如果你幸运的话 有机会遇到异式的马力路 那马力路的进化系列是 努力例25粒糖进化做马力路 25粒糖进化做马力路 然后国外训练家可以在活动的限定调查 去遇到或者是野外的田野调查 那就会遇到马力路有机会是色围的 那这个就是马力路家族了 那没有努力例 因为今次是没办法获得六努力例的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色围版的 一个绿色一个金色金色的马力路例 也是挺漂亮的 还有马力路例在PVP里面也有不错的表现 那只是超级联盟而已 那它XL排名就是第二名 那冒星度50就是9名 推荐消息是泡沫冰冻冻冻冻冻加水炮 那推荐的数值就是0-15-15 那就是攻是0的 防御和内力是15的 那就比较好打PVP就 那好啦 官方今天晚上就出了一个Notice 这个看不明白就看看这张图了 那6月6日呢 袁绿沙将为Pokemon Cool社群日登场 将会在近日公布详情 敬请期待的 那终于好开心 好开心好开心 袁绿沙终于出社群日了 那之前的袁绿沙突然间出了 可以在蛋里敷补了 那有色围版已经很惊讶了 那终于有社群日了 那我们之前画家在想一下 那会不会没有社群日呢 果然是有的 因为这也是准神寶可夢 可以进化到准神的寶可夢 怎可能不举行社群日 那它是准神 所以就会吸引玩家多一点 就令更多人会玩 那时候就会玩那个社群日了 那好啦 我们来看一下了 那我们的社群日就有袁绿沙 详细我自己会拍一条片和大家分享的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进化系列 元绿沙进化做芝麻绿沙 进化做烈咬绿沙 还有Mega烈咬绿沙 那我就不知道会不会好似 5月的社群日 清免料进化做七夕清料 七夕清料 顺便出卖Mega七夕清料 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出卖Mega烈咬绿沙 那我希望就是出卖了 那你可以配合回社群日 那它的色围版本就是这样了 Mega烈咬绿沙是紫色的 其他都是蓝色的 我觉得变化最小就是 烈咬绿沙就是变淺了少少 好像蓝色那样 那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来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 右下角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加入Discord Group 去聊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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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